HELLO 大家好,歡迎來到天空葡萄園,我是葡萄園 今天繼續玩玩我們的回歸者Rativeness 那今天我們不打副本,也不打什麼聯賽 那今天給各位教學一下,教學什麼呢? 教學說如何快速提升你的rank等級 什麼是rank等級?就是左上角這裡這裡這裡 你的rank等級就這個這個這個 那提升rank等級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提升rank等級的話,你的討伐任務 也討伐任務這邊的選項 討伐任務會有更多,會新增更多的討伐任務 那討伐任務就是你平常空閒的時候把英雄派出去 然後他們時間到了就會拿獎勵回來 讓你rank等級提升,討伐任務越多 你可以拿到的豐富獎勵也越多 然後另一個很重要的點就是 隊伍管理這裡 隊伍管理這裡嘛,這邊不是有個戰鬥陣型 然後戰鬥陣型的陣型點數是要靠rank等級 剛剛大舌頭 戰鬥陣型的點數 是要靠你rank等級提升 戰鬥陣型的點數要靠rank等級提升去獲取 也就是說你的rank等級越高 你的戰鬥 痾 就是你的rank等級越高 你獲得陣型點數越多 你的戰鬥陣型可以強化點數也越多 能力值也會越高 就這樣 所以提升rank等級很重要喔 那再來還有一個提升rank等級 很重要的點就是 這個祭壇 各位有沒有看到這裡有個祭壇 好,點進去 祭壇這邊有個祭壇精髓 這個祭壇精髓也是你rank等級提升的時候才可以拿到的 那你rank等級越高 你的rank等級越高 你的祭壇精髓越多 你這邊以下這邊的功能強化也可以強化的越高 像我就是把英雄祭壇還有能量祭壇跟裝備祭壇都提升的還蠻高的 好 那再來就是說要怎麼樣快速的如何 要如何快速去提升你的rank等級 各位請看一下我現在時間點 我現在時間點是早上的8點半左右 早上的8點半左右 那這時候副本探險這裡 這個探險副本這裡 這邊有獲得的 這邊 各位看一下他這邊的敘述 獲得的等級經驗值兩倍 OK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橘色看這邊這邊的橘色字是原本他的經驗值等級 就是橘色字是原本副本的經驗值等級 那他現在有加倍時間加倍時間之後 所得到的經驗值等級就是 他的雙倍 比如說現在我這個副本的等級是2300多 那他經驗加倍之後就會變成4700多 那這個 獲得的經驗值等級 獲得等級經驗值 就是你的rank等級的經驗值 就是你rank等級的經驗值 所以各位 有兩個時段 各位可以去多刷這個 有兩個時段會有經驗加倍 各位可以趁這個時段去多刷 多刷探險副本 那是哪兩個時段呢 第一個時段就是我現在的時間點 8點 早上8點 早上8點到早上10點 中間兩個小時 重複一次喔 早上8點到早上10點 中間兩個小時 然後另一個時段是在晚上8點 晚上8點到晚上10點 一樣兩個小時 重複一次 晚上8點到晚上10點 中間兩個小時 這個這兩個時段嘛 探險副本的經驗值會加倍 那為了 那為了要多刷這種副本嘛 多刷探險副本 你的能量值跟你的體力 就是這個這個這個閃電的符號 這個能量值你要多存 那要如何多存你的能量值 第一點就是 從祭壇這邊 你的祭壇這邊不是有個能量祭壇嗎 然後他這個 可以在固定時間 早上9點 早上9點跟晚上9點的時候 早上9點 晚上9點可以領取一次能量值 那你的能量祭壇越高 你領取的能量值就越多 像我現在9等 就是 一次可以領62點的那個能量值 9等領62點能量值 那各位 如果要再提升這個功能的時候 就各位自己去看一下吧 我下個等級就是75 還蠻多的 然後再來還有一個 可以獲得能量的方法 就是在 好友這邊 好友這邊 我現在已經送了 然後他說 我現在已經送完了 然後他說向好友發送 有情點數時可獲得兩點能量 這個就是你的好友 你的好友然後 你在固定時間 他們都會有個固定時間嘛 你看 15個小時 15個小時 然後 25 15個小時之後結束 那你在 一次全部傳送之後 就可以獲得 獲得能量 我全部送了 就是60點的能量值 然後這點也可以 讓你可以獲得能量值喔 再一個還有一個獲得能量值的地方就是討伐 討伐這裡這裡這裡 討伐這裡我現在雖然說沒有顯示啊 可是討伐任務這邊 討伐任務這邊也可以 以英雄派出去 有些討伐任務也可以獲得能量值 那各位到時候如果討伐任務裡面有 再自己去看一下囉 然後再來是 一個 獲得能量值的地方就是 每日任務 每日探險 每日任務這裡啊 不是探險任務講錯了對不起 每日課題這裡 這個是你的每日任務 然後他有些每日任務可以獲得能量值 各位 在這裡 然後各位如果有在網這款遊戲的話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然後再來還有一個獲得能量值的就是列靈 這個列靈塔 要到等級很後面的時候他才會開放好像30等吧我記得 反正就是後面的時候才會開放不過 一樣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列靈塔給各位看一下這裡喔 你看 你看 我現在說雖然 現在只有攻 打到 打不到五樓啊 五樓我卡關 那五樓這邊 這邊 前面 前面的樓層 一樓有 有能量值 二樓也有 然後三 那個四樓也有 那列靈塔也是 獲得能量值的一個方法 OK 那 簡單來說你要快速提升RUNK等級 要快速提升RUNK等級 就是在固定的時段 在他經驗加倍的時段 然後多存體力 多存體力 多存體力在他經驗加倍的時段去刷 探險副本 重複一次喔 就是多存體力 多存你的能量值 多存能量值 在經驗加倍的時段 早上八點到十點 晚上八點到十點 這段時間去刷 探險副本 OK就是這樣 那這個是我的一點工業與心得 可能有些玩家也開始這麼做啦 那希望說 把自己的經驗 經驗啊 心得分享給你們 那喜歡影片的話請幫我點個喜歡 訂閱頻道的話可以繼續追蹤這系列的影片喔 那請分享給你的朋友們 那希望這部影片對你們 能有所幫助 希望這部影片對你們能有所幫助 那希望各位玩得順利玩得開心 好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字幕志願